哈喽 大家好 安静 爷子的 欢迎来到我们的书房 我是刘会长 我是阿渡 今天我准备了特别潜密色的游戏 Balance Game 在5秒之内 A和B里面你选一个主题 但是A和B这个选择 要么特别极端 要么是特别奇葩 所以关键是你在很短的时间内 选择稍微好一点的情况就可以 没问题 我希望是我们的感情以及各方面都不出事 开始 A 没有知识的披萨 B 没有瘫酸的可乐 你选哪个 没有知识的披萨 我拿到你的 没有知识的披萨不就是囊吗 你的牙缝里全是披萨 刚刚吃过披萨的那个 有知识的披萨 A 各方面都合适 但是就啪啪啪就不合适 B呢 其他的都不合适 但是只有啪啪不合适 但是这个体温也有问题的 其他的都不合适 为什么啪啪啪 为什么啪啪啪 各方面都合适的 我可以放鸡泡 我吧 真的呀 这个是哪动 因为解决方法很多呀 如果澡堂着火的话 A 捂住脸跑出去 B 捂住最重要的部位跑出去 这个捂住重要的部位吧 你那么小吗 你的什么小小的手可以捂住 Oh my god A 只穿上半身 B 只穿下半身 男家的话没法选你的 只穿下半身级 你又证明他没有信心呢 也对了 你需要捂住 捂住 A 不穿袜子 B 不穿内裤 啊 我更想不穿袜子呗 说实话 我说烦话呀呗 今天今天录视频的时候 一个脸 我录视频的时候 是一个脸 我不禁止了 那更喜欢 A 假装是熊的狐狸 B 假装是狐狸的熊 因为是在韩国 熊和狐狸 也是比喻女生的一个动物 狐狸的话 就是大家都知道很机智 很快 嗯 熊的话呢 有点迟钝 更可爱吧 但是也是善良 这样的感觉 假装狐狸的熊 假装熊的狐狸 说错了 假装熊的狐狸 不是 你别看我的反应 这样的话这个游戏没法 阿姨 这两个有点我搞混了 就是我喜欢狐狸 就是 假装熊的狐狸 喂 因为 就像科长一样 我喜欢我的 狐狸是狐狸吗 然后讲 看我的另一半比我聪明 凶狐狸 嗯 OK 你别紧张 我没紧张 我紧张什么呀 我有什么 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嗯 好 开始了 开始了 假 您这 这里开始有点难度上来了 嗯 嗯 A 淫荡的科长 嗯 B 什么都不懂的科长 还是什么都不懂好一点 淫荡虽然好兵好兵 但是可能虐狸我啊 你怎么这么觉得大众被虐狸啊 在别人面前冷冰冰的科长 嗯 B 在八国男性在内所有的人面前撒娇的科长 所有的人面前撒娇的 冷冰冰的 但是对你也特别冷冰冰 这样更好 哈哈哈 好吧 A 只要喝酒联系不上的科长 B 只要喝酒每次要求去接她的科长 这当然选第二楼 那很麻烦人家 每次喝酒啊 啊 当然不麻烦 联系不上是个问题的 哈哈哈 联系不上真的很可怕的 我真是的 头发极见变绿的感觉 又是变绿的 而且不管你什么状态 我接你的话不麻烦 嗯 OK A 一年交过十个男朋友的科长 嗯 B 交过一个男朋友 但是跟她交往了十年的科长 你觉得呢 交往十年吧 还是同样的问题 一年这个这个 交交交十个的话 往前数十年 不知道交过多少个 然后也有可能管不住 有可能被绿的可能性 有什么 有什么 模样啊 但是不是 哎 因为是一年 交过十个女朋友 这么上都好像没有一个认真谈过 嗯 这样的话可能是 这个 再过了几年跟我相处了时间久 我们之间有 我们的故事的话可能容易忘掉 但是十年的话呢 反过来讲也可以说啊 这个人感情很重 谨慎的选择一个人 认真的跟一个人谈 嗯 也可能证明这一点吧 但是俗语很可怕而已 对 更重要的是看这个人 有没有忘掉他 而且啊 我能不能让他忘掉他吧 这样的感觉吧 嗯 嗯 但是那个的话有点 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也有点太多 这个人的生活上 生活上能不能管得住是个问题 嗯 下一个 A.一天五次 B.三个月一次 这个不用想了吧 我纠结了什么 三个月一次有点太久了 一天五次有点太多了 你看大家没有信心 错 那一天五次吧 什么叫那一天五次 B.三个月一次 如果有一天发现了 科长是间谍的话 A.举报后离五百万 B.不举报 那我说是B 不举报 又五百万 五百万没多少钱 五百亿的话呢有商会变吗 五百亿也不变 刚才眼睛有一点瞎一瞎 A.比科长早一天死 B.比科长晚一天死 B.比科长晚一天死吧 那你想多活一天吗 那你帮你收拾收拾吧 哈哈收拾的可多了 一步给一步给收拾收拾吧 是吗 但是这个是我 如果问我的话 B.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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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其实人自私的话我想早一天而已 自私的话 自私的话应该是想早一天吧 对 好 到时候你那个举报七十五的钱 我的前妻是间谍 我还到五百万 娶个媳妇啊 五百万没多少钱 就很多科普好像是聊的话皮脱酸酸有点上性的问题 然后实际上年纪大了的话呢 他们也不说出来 但是也会考虑到问题 生下的日子越来越变少嘛 嗯 那就是我的伴儿还在 嗯 但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嘛 这个不可能是真的定个时间两个人一起死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啊 挺让人伤心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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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哭了 哭了 嗯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 可以 A 比阿渡 我觉得你什么都没有假装看的 A 比阿渡早二十年死 嗯 B 比阿渡晚二十年死 那B好了 哈哈哈 A 嗯 带你去跟前男友一起去过地方的课长 B 给你送 给前男友送过的礼物的课长 啊 啊 我觉得啊 如果去去过的地方还勉强可以接受 喂 因为你不告诉我的话可能我也不知道 但是礼物的话有一点我送给你的心意 这个如果是一样的话有一点啊 但是我送给你那个比如说iPhone呢 嗯 送给你那个 你给前男友送iPhone7 给我送iPhone10 我觉得这没什么毛病啊 哈哈哈 姐 贪员 费 嗯 你 我 你 这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